字幕提供 然後你們幫我想要教另外一個做法 哈囉 直接靠這邊 當你在做直線排列的時候 順序受到限制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提型 在這個就是所謂的保序問題 保持一定的順序 保序問題它是有技巧的 我現在要傳授你們這個技巧 你把標題寫上去 這種問題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提型 它叫保序問題 保序問題它是有技巧的 所以接下來我要教你們比較快的做法 但是土法令鋼你會嘛 就慢慢討論應該是可以 好 你說老師這個應該怎麼做呢 六個人排成一列 這三個人很難搞耶 AV要在C的同一側 你們三個很討厭 那我們會怎麼做這個題目 我教你喔 我們先把椅子準備好 我們有六張椅子 哈囉 六張椅子都有兵號 我們先把椅子畫出來 一號 二號椅子 三號椅子 三號椅子 來 四號 我們把椅子傳給好 來 五號 再來 這是六號 哦 六張椅子 先把椅子傳給好 這樣好不好 來 這個注意F 清菜桌 這沒關係啦 對不對 注意F 這沒關係 來 所以這個珠 這個E 這個F 哦 反正他們三個人 一定是做這六張裡面的其中三張 所以這三個人是基本上OK 可是有毛病的是誰呢 有毛病的是AVC 所以教你一個撇步 當這些人順序受到限制的時候 來 這邊畫空白的框框 來畫空白的框框 我教你 這個是一個技巧 好 啊你取一下 你知道這個空白的框框 代表什麼東西嗎 我個人給他一個名字叫做 空白的便條子 我很喜歡這個講法 來 這個叫空白的便條子 我等一下你給他下一個 齁 你這要空白的便條子 等一下我要幹嘛 便條子等一下要幹嘛 不是撕掉 等一下我要把 AVC 三個人的名字把它寫上去 但是你說老師為什麼你現在不寫 因為他們三個很麻煩 他們三個就是 說什麼AV要在C的同一側 我覺得好煩喔 我先準備那個便條子對不對 對嗎 反正你們三個最後一定有位置 所以我先準備好便條子 最後再把你們三個人的名字寫上去 我最後再寫難道不行嗎 對不對 所以這裡是什麼東西 你看喔 有三個人 還有三張空白的便條子 把它排成一列 昨天我們教過 這個應該叫幾階 這個應該叫六階 但是三個便條子長得一樣 所以要除幾階 三階 來請問你 我排完了沒有 排完了 對啊 三個長得一樣 有相同物的排列 除以三階 對不對 再一次 再一次 六個東西排成一列 先當成不同 六階 可是三張便條子長得一樣 長得一樣的要除掉 所以除以三階 我再算這一題喔 一樣 只是第二種做法 對 這張便條子是CAV嗎 什麼東西 就是CAV 那什麼東西 呃 哪裡 什麼CAV 等一下我要寫名字 這個便條子現在還是空的 上面都沒有任何記號 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除以三階 這樣可以嗎 好 然後我再問你一件事情喔 現在我們要把這三張便條子 把它寫上這三個人的名字 這三張便條子 來 你看喔 請問寫上他們三個人的名字 的寫法有幾種 欸 寫上三個人的名字 AB要在C的同一側 那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C怎麼樣 這樣啊 這樣啊 CAV CVA 還有A VC 還有V什麼 A C 欸 請問你 是不是只能這樣寫 有幾種情況 四種 所以請問這裡要再乘幾倍 講話乘幾倍 乘4倍啊 我告訴你 這個答案算出來一樣是120 你相不相信 但是這個便條子 這個idea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是刻意設計的一個技巧 你沒有學過很難自己想出來 這個一定要老師教 教過你就知道說 喔 原來有這個方式可以去考慮它 我們算算看嗎 看答案有沒有一樣 我算給你看喔 你知道什麼叫6階嗎 6階就是 就是誰 就是6乘多少 5 乘4 乘3 乘2 再乘多少 1 阿三接一就是誰 3乘2 再乘1 然後這裡再乘4 喔 漂亮喔 來 321 321 321 是不是約掉 然後請問你 630 30乘4 120 120乘4 來 請問答案是多少 480 阿我同學就說 喔老師這樣好快喔 我要學這一張 學起來啊 學起來啊 但是你說老師 這個我想不到 想不到沒有關係 你有時間 慢慢算 乳法令高慢慢算 都有機會擠出來 這樣好不好 等不等等不等 為什麼不應該用這個 這是快超多的 對 但是我跟你講 快的方法 它有時候是一種毒藥 你知道嗎 就是 你都覺得說 我要快 秒3 我10秒鐘就要把它算出來 但是 畢竟不是每個題目都能快 所以我們要訓練同學 因為塗法令高 塗法令高 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窮舉法 好啦 這一題會有同學問喔 所以我上課講一下 這樣可以嗎 欸 如果你不問我通常是不講喔 喔 來 分到那個課本72頁 欸我要繼續講進度喔 不要流聽喔 來分到72頁 72頁 我們來看這個經典的隨堂練習 欸我畫一下圖啊 一二三四五六 欸你們是不是最近每一課都在感進度 是不是課都算不完 欸 四 一二三四五六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 六 喔 漂亮喔 漂亮喔 來 這裡是從 A 然後走到哪裡 走到 B 喔 來 同學這個題目你要仔細聽 我會慢慢講 保證你聽懂 這樣好不好 對 你聽到嗎 來 你看題目 這個叫棋盤行街道 像棋盤一樣 好不好 像棋盤一樣 從A到B 走捷徑 看起來走捷徑喔 走捷徑 從A出發 走到B 欸 請問你要走捷徑的話 你只能怎麼走 你只能往右或者往上 這樣才叫捷徑 你不能給我亂走喔 走到這裡 然後再繞回來 然後逛大街再走過去 這樣不行喔 我要走捷徑 就是最短路徑 你懂我意思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求下列情形各有多少種方法 來第一題 欸第一題我做給你們看喔 第一題叫什麼 任意走 任意走是什麼意思 隨便走嘛 反正我要走捷徑 阿任意走的話 方法是有多少種 欸看我這邊 從A要走到B 請問你可能怎麼走 可能這樣走 這樣走 我隨便畫喔 這樣走 然後這樣走 這樣走 可不可以這樣走 這樣算不算捷徑 你看我這一條綠色的 算不算捷徑 算 但是它有很多條 這只是其中一條 可以嗎 那請問你 它的走的順序是什麼 前兩次是往右 所以它是往右走一次 走一段再往右 然後接下來往上走幾段 兩段 所以兩段往上 有看到嗎 然後接下來三段再怎麼樣 再往右 往右 往右 再往右 然後接下來又往上兩段 哇 漂亮喔 然後最後再怎麼樣 再往右一段 欸我問你 這個東西 是不是剛好對應到一種 它的走法 對吧 就好像你在打那個 你們的通靈跟我不一樣 我小時候通靈有什麼 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你知道那個東西嗎 認天堂 那不太懂 對不對 就是有那種 打那個 PS有沒有 就是那個 算了算了 就你知道啦 這剛好對應到一種捷徑對不對 來 我畫另外一個給你看 譬如說 這個人有沒有從A走到B 他有沒有可能這樣走 直接 直接這樣走 然後再這樣走 請問你 紫色這一個算不算是一條捷徑 算啊 我不能全部都先往右再往上嗎 可以啊 1 2 3 4 5 6 所以來 前面六段都是往右 然後後面四段都是往哪裡 都是往上 從這裡你就得到一個啟示 什麼啟示 同學請問你喔 只要你要從A走到B 你往右 不管怎麼走 往右一定要走幾次 1 2 3 4 5 6 一定要走六次 往上一定要走四次 可是你不一定是哪幾次往右 哪幾次往上 所以你知道嗎 要做什麼事情 把六個往右的箭頭 跟四個往上的箭頭 做直線排列 所以請你告訴我 應該是幾階 應該是十階 先當成不一樣 然後呢 六個往右的箭頭 長得一樣 所以要除幾階 六階 四個往上的箭頭 長得一樣 所以要除以幾階 四階 我昨天有解釋過 為什麼要除 對不對 那你說老師我不太知道 為什麼要除 沒有關係 其實大部分的人 也都是背起來而已 那你如果有一天 能夠自己想通 那就太棒了 那你說老師我還是想不通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影片 或者再來問我 可以告訴你 這是怎麼想的 好不好 好 他每一種排列的方式 都會對應到一種走法 他有一一對應喔 欸你說 OK 所以我們只要把這個算出來 就有答案囉 欸 誰告訴我這個怎麼算 欸 喔 欸 請你告訴我 十階就是一乘到多少 乘到十 六階就是一乘到六 所以在你心裡面 你把那個一乘到六 一乘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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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請你告訴我 上面剩下誰 七 八 九 十 對不對 瘀掉了嘛 對不對 然後下面還不要忘記 還有一個四階 就是一乘二 乘三 再乘四 這樣可以嗎 你知道我在做什麼對不對 好 然後這裡 我會怎麼算啊 我自己是這樣 這個二跟四 是八 這裡約掉 然後 這個三可以跟誰約 跟這個九約 所以這裡是三 欸 七三二十一 二十一乘以十 所以請問你 全部的情況有幾種 兩百一十種 對吧 好 那以前有學生跟我說 欸 看到這邊喔 有人跟我說 老師 你這個 這個我不太會喔 這個好像有點困難對不對 可不可以用別的方法 有 用什麼方法 用加的就好 什麼叫做用加的 來 你看我這邊 小明在這裡 這小明在這裡 他從A要走到B 我們現在把每個路口的方法數寫下來 小明從這裡出發 走到這裡有幾種方法 講話幾種 一種 對不對 他就只能這樣走過來 然後走到這裡幾種 一種 你說老師 為什麼不是兩種 就一種啊 就走過來啊 對不對 就走過來就是只有一種 你就從起點到這裡 就是只能這樣走過來 所以就是一種 然後其實這裡都是一種 來 我們先把這種一種的都寫上去 對吧 就是都一種 我們來計算每個路口的方法數 然後如果小明要從這裡走到這裡 方法有幾種 一種 因為他只能從這裡上來 就一種 啊這裡呢 也是一種 對不對 你上來然後再上來 就只有這一種 一種 一種 可以嗎 我們先把這個一種的都寫出來 然後我再問你喔 小明從這裡要走到這裡 就不是一種了 是幾種 你猜 哇 你要走到這裡 你要嘛從左邊這裡過來 或者從下面這裡上來 排列組合裡面最基本的叫加法原理 從這裡過來 或者從這裡上來 或就是加 一加一等於多少 二 這裡就寫一個二 一定是兩種 你說為什麼兩種 欸 這裡上來 或者這裡過來 啊不是兩種 或啊 或就是加 對不對 就這樣啊 對不對 或嘛 而且這兩種情況不會同時發生喔 你不可能同時從下面上來 又從左邊過來 這不可能吧 所以你就把它加起來就好 這個加法原理 你去看一下我寫地獄喔 來再來 求你 這裡要寫幾種 他你要走到這裡 你要嘛從左邊過來 要不然就是從下面上來 欸你不能從上面下來喔 這樣就不是走捷徑喔 也不能從右邊過來喔 所以請你告訴我 把所有前一步的方法相加 這裡有一種 這裡有兩種 加起來這裡有幾種 三種 就寫一個三阿 對不對 哪三種我畫給你看 一種 兩種 三種 是不是三 我跟你講你已經完全知道訣竅了 接下來我們就趕快把它寫完 來你告訴我這裡幾種 把所有前一步的方法相加 這裡是幾種 四種 那這裡是幾種 五種 四加一阿 來五加一這裡多少 六 六加一這裡多少 七阿 來那我問你 這裡是幾種 把所有前一步的方法相加 他不是從左邊來就是從下面來 來 1加2多 3 為什麼不理我 快點我把它加出來 3加3多 6阿 6加4多 10阿 10加5多 15阿 15加6多 21阿 21加7多 28 但是我跟你講喔 有時候我不曉得你也會加錯 來 1加3多 4 4加6 10 10 10加10 20 20加15 35 35 35加21 這是50多 56 56 56加28 算慢一點 78 56加28 84 84 好 來 1加4 5 5加10 這15 15加20 這35 35 35 75 70